大家好,我是西安古城家门口 今天是2021年12月31日,今年最后一天 首先感谢大家一年以来的鼓励和支持 2021年因为疫情,日子太难了 年末往事清零,希望一切不好的都过去吧 2022年马上到来,让我们以崭新的心态迎接新的一年 2022年一定是个好年,一定好事都来 祝大家新的一年,身体健康,吉祥如意 岁月静好,何家幸福 2022继续加油 街道小区全通知,下午15点开始做核酸筛查 今天室外温度是零下四度到零上六度 比昨天低了一度 今天是西安疫情防控封城封小区第九天 昨天的筛查结果是12月30日零时至24时 单日确诊病例161例,比前天多了6例 仍旧维持在高位 从社区减出到病例还有一定比例 说明社区传播风险依然存在 还有一个最新消息就是 一,对居住在封控区、管控区以外的超市、便利店、菜市场和重点 保供企业工作人员 使72小时两字以上的核酸阴性证明 一码通绿码和所在单位公开和工作证明的 必须允许出入小区 保证正常上班和社区配送 二,对负荷疫情防控要求的超市便利店、生险店、菜市场 不得强行关停 三,客区县、开发区、增设小区便民投放点 积极组织团购、配送、允许、超市等出店经营 四,对特市群体优异关注 主动联系服务 确保主要生活必需品 不断供 五,全市零售药店、药界批发企业要正常营业 对民生物资保供车辆一律优先通行 对民生物资保供车辆一律优先通行